大家好,我是老王 不是适合自己的动作,长期坚持下去 就是对自己身体的一种养护 养护身体的动作呢 也没有那么复杂 很多简单的动作就能起到大的作用 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个 我们手上的一个万能穴 动作呢,也非常简单 穴位呢,非常好找 需要呢,就是大家每天坚持 这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河骨穴 动作呢,就是撞击河骨 首先呢,我们先来找到我们的河骨穴 在哪里啊 就是它在我们的第一、第二掌骨之间 怎么去快速找到它呢 我们把我们的一只手 打开,把我们的虎口张开 然后另外一只手的大拇指 这个指纹卡住我们这个 虎口这儿 然后一弯,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的河骨穴 那怎么样去重极河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我们的手 这样 手指并拢的时候 我们有一块肌肉就凸出来 就是凸出的最高点 就是我们的河骨穴 那两只手都以这样的动作 把我们的河骨露出来 然后就这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每天撞击一百下就可以了 动作简单吧 穴位也好转吧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可能你也不需要做到一百下 那做到一半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会出汗 或者说你在大汗的时候 有可能你的汗就会微微收敛 为什么说我们的河骨穴是个万能穴 河骨呢 是一个精血名 出自我们的皇帝内经灵书本书 河呢 就是会的意思 聚的意思 骨呢 是我们两身之间的一个空隙 我们常听说说 面口河骨瘦 头面纵有猪样及一针河骨 笑通神 其实那河骨穴可谓是神通广大 具有调理全身的作用 很多身体各处的问题 都可以用河骨穴 直接或间接的帮助解决掉 河骨穴是我们的 守阳明大肠经的圆穴 它擅长于倾泻阳明至渔热 缩解我们面齿之风鞋 通调头面之筋络 由于我们大肠经 跟我们的肺经相表理 肺主披毛 大肠经是肺经的表经 而且河骨和肺经的经络 直接相通 故此却可以说 宣肺礼器 疏风解表 调汗 泻热 是治疗表症的一个药学 对于汗症呢 这个刚才讲到了 此却有双向的一个调理作用 无汗可以发汗 有汗可以收汗 河骨穴是由三天却的水石云气 汇聚而成 性温量大 所说的范围过 可以担当起补充我们大肠经 整条经脉气血的作用 此却是大肠经的圆血 为大肠经圆气所输出之处 无可以调节我们的胃肠功能 具有核胃降气 调中止痛 通腹气热之处 河骨穴呢 居于我们的虎口 是我们身体气血的大官 他擅长了西风震惊 醒脑开窍 杨明经多气多血 这个学位是杨明经的圆血 刚才讲到了 又位于我们的关口 是调理我们人体气机的大血 通过调气 达到离血活血 通经止痛的效果 河骨为全身反应的最大的刺激点 可以圣经神经 对控制血压 很有很好的帮助 还可以刚才讲到 见脾胃 对我们头痛 耳容 顺利模糊 失眠 神经摔摇 等等等等 都有很好的调理的保险作用 好了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觉得视频听有帮助的朋友 可以点赞 关注别人转发 学会了 告诉我一下 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给我留言 我第一时间给大家反馈 我是老王 我们下期见